好了,疑似去到匈牙利作賽的歐聯16強首回合RB萊比錫對利物浦 一開波非常清晰,是來回高速球比賽品種 這個也是RB萊比錫的風格,而且他們都知道利物浦近況 他們都想用這種方法去放大利物浦體能的問題 我們看看賽程吧 雖然大家的比賽量都差不多 但RB萊比錫這次打正選的球員其實是比較多輪換 反而利物浦就只是輪換了一個球員 就是泰高艾簡達娜取代了詹士米拉 而且泰高艾簡達娜上一場英超隊里城的時候 已經在17分鐘的時間取代了受傷的詹士米拉 所以利物浦這次都可以說是沒有什麼輪換 一開波,我們也看到RB萊比錫的壓迫和攔截都有 那組段的時候,RB萊比錫曾經有一個反擊 打到入禁區裡頭錘頂中柱 到下半場的組段也同樣有個快攻打過半單刀機會出來 不過有一件事很可愛 就是RB萊比錫通常只能夠在每一個半場的組段出現入球機會 到每一個半場的中段都欠缺入球機會 相反,利物浦那邊在每一個半場當中 那些機會是平均分佈的 分佈在中段、早段、尾段都有的 這個是今場賽事的重點來的 RB萊比錫每一個半場開段是威威勢 但去到中段那些東西就逐漸熄滅 反過來利物浦表現較平穩 在每一個時段都有些光芒 那這裡就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RB萊比錫雖然一開球是贏了先天性的體能 但是RB萊比錫是比較快累的一邊 相反利物浦的耐力更加持久 壓迫力的連貫性是可以維持到一段長的時間 而最為出色的就是利物浦今天的中低位壓迫 提亞高阿坦達娜今天非常之厲害 無論是壓迫還是防守攔截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否定了就是人們說他不適合打利物浦的說法 另外羅伯神今天的壓迫助攻力 亦比之前狀態低沉的時候提升了不少 阿力山達亞諾也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利物浦能夠在來回高速球當中 慢慢拿回主動和上風 機會多些就可以發揮到他們的級數 而級數發揮到就會贏到RB萊比錫的級數 例如我們都會記得的就是Sana上半場半單刀機會 以及其餘的時間平均分播在每一個半場當中 利物浦都有不少入禁區的射門 所以雖然今天利物浦入了兩球球 贏球的方法是包含了RB萊比錫的兩次送大禮 但是利物浦的確在來回高速球當中 可以佔到上風 而且也可以看到利物浦的壓迫 令到RB萊比錫多了失誤 例如準備轉會霸人無尼克的烏帕美卡龍 我們都知道他有很不錯的後場組織能力 但今天都被利物浦壓迫搞到他多了失誤 而且那兩次的送大禮其實都是因為利物浦的壓迫所引致出來的 第一球球52分鐘 這個發明爐失了球之後 連同中斯兩個一起去反搶一個 是很快作出的反搶 不是說失了控球權之後思考人生那些 真是一失了控球權不想的了 所以反搶力是強到迫到金寶爾送大禮給沙拉 這個一向都是利物浦搶二次進攻機會食虎方程式 第二球球57分鐘 所以說文尼一直追趕著這個就是梅基里 就逼到梅基里解圍踢空氣失誤被文尼丹刀 而不是說梅基里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自己解圍踢空氣 跟著無端端益了本來站在不知有機會的文尼 不是這樣的 文尼在事實上就是一直都跑下去逼著這個就是梅基里的 迫到對手是犯錯的 所以這次的RB 萊比石是犯錯的 並非無壓力下失誤的 是有非常之大壓力下失誤的 所以是利物浦壓出來的 這些禮物 利物浦沒錯 都是叫做有運氣 但他們是用努力和熱血去換運氣回來的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利物浦已經是很累的 輪換肯定是不夠的 對方的輪換多些 理論上利物浦是輸了先天性體能的 但利物浦都能夠知此近乎勇 能夠突然之間找一場賽事出來爆下去 去谷出來 是很熱血地出了些喝奶力出來 我們真的要稱讚一下 不過我也是這樣說的 我這次稱讚完之後 我短時間內下一次還可不可以同樣這樣稱讚利物浦呢? 今季之後我還可以稱讚利物浦多少次呢? 今次出了喝奶力之後 後遺症會有多少會有多久呢? 如果你說今天的壓迫力發生在兩三年前的話 當然不用擔心 因為當時還未三季鐵人賽 還未雙兵潮 但今季出現了這些問題 下一場對愛華盾 會不會有後遺症呢? 雖然我是非常欣賞利物浦的決心和熱血 但我也想他們可以再聰明一點 因為決心和熱血的盡頭 會變成一隻盲牛 盲牛就總是被鬥牛勇士 搞到他很累 累到他動不到的時候才被人插背 所以其實不應該做盲牛 只要不做盲牛 適當的時候聰明一點 保持體能會耐玩很多 減少後遺症 減少三季鐵人賽機會 減少雙兵潮機會 可能你會問 今天是來回高速球 都能保持體能嗎? 答案就是盲牛就不能保持 聰明就能保持 根據過往的經驗 包括今天的賽事 一場球的比賽品種 即使是來回高速球都好 但他都不會說全場所有時間 都是來回高速球 通常以我自己的規律方法來講 只要大概賽事是超過六成的時間 打了來回高速球 我就會歸類長球 叫做來回高速球 所以一場來回高速球當中 都會大概有三成的時間 跌回速度緩慢的賽事比賽品種 例如中型速度假對攻 或者是速度緩慢假對攻 例如今天為例 我都說了RB來比錫壓迫力 不是說維持到每個半場 他們去到每個半場的中段 他們的壓迫力會下降 節奏會減慢 所以每一個半場的中段之後 比賽的節奏緩慢起來的時候 我們甚至會看到RB來比錫收縮 利物浦有這些時間控球在腳 在這裏就是可以給利物浦回氣和keep體能的時間 但是利物浦今天都沒有選擇去回氣和keep體能 只能夠說是太過熱血 但去到熱血的盡頭就會變盲牛 即使在一些沒有壓力下的中圈猜波 或者普通沒有壓力的支點連結回傳 利物浦都是要谷到自己很盡 在這些過程當中 他們都是要逼自己每一個動作都要很高速度 每一個連結的節奏都要很快 這樣當然是好看的 但是就不好吃的 是很浪費體能 和浪費了無謂的體能 在這裏 沒有壓力的中圈猜波 和一些普通沒有壓力的支點連結當中 其實是沒有機會可以破密閘的 在這些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放鬆一點 慢一點 動作不用那麼快 節奏不用那麼快去keep體能 因為其實你硬在這些時間快了 都是對我破密閘沒有大幫助的 在破密閘角度來說 這些時間快 就是在沒有意思的地帶 在沒有意思的時間來快 這樣就變成是沒有意思的 你反而在這些時間慢慢猜 keep體能先 突然之間 你看到有破密閘的時機 才變速度 突然加速 你這樣才可以殺對手一個片甲不留 這樣反而對手更加難以觸摸 你這樣時快時慢 是反而有用 而你慢的時候 就變成可以回氣和keep體能 可以說一箭雙雕 這些叫聰明 就不是慢牛 慢成肯定是這樣做的了 萬聯阿仕奴 你慢慢都看到他們開始這樣做的 利物浦呢 也都可以在其他控球賽事當中這樣做的 其實 真是不用說 是下下沒有機會都要谷到自己這樣行的 那 今天這場的賽事是來回高速球 所以今天利物浦偏向做盲牛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 其他賽事擺明 面對密集控球賽局那些 就真的不用下下 逐漸做盲牛 例如是之前兩季利物浦轉型做控球賽局的時候 就應該要學會在適當的時候 不要做盲牛的這件事 那之前就不會玩了兩季鐵人賽 今季就不會三季鐵人賽 今季的雙兵潮機會就是會下降的了 講到這裡 可能你都會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利物浦以往的梁慧明明轉左營做控球賽局 但是總是要在沒有意思的地帶 沒有意思的時間 硬要快去浪費體能 答案就是 又要去回我上一次講 利物浦賽後平當中所講過 組織層次問題 就是因為高普的組織層次不夠高 所以利物浦的基礎是左轉右轉 是最普通那種 去行明買明買兩邊斬高波 普通左轉右轉左 在這個年代已經很難轉到空位出來 所以利物浦就唯有都要不停加快去拿空位 在沒有意思的地帶都要快 就是為了快點轉兩邊 有空檔去斬高波 明買明買 然後斬高波又要勇 所以根本呢 所有時間都不可以慢下來 一慢下來就基本上是沒有空間 明買明買的 明買明買硬來都不漂亮的 所以利物浪費了很多體能 透支了很多體能 正正因為 組織層次 基礎層次不夠高 靠明買明買 所以想保持體能的話 就是要提高組織的層次 不要只靠明買明買 更加要明白破密集的基礎是什麼 知道破密集的套路是怎樣 開始懂得閱讀到你什麼時候是破密集的時機 才變速加快 其餘的時間就可以慢慢慢慢下來 所以這幾年利物浦的結論 都解答給大家 就是有些人問 為什麼利物浦轉了控球在腳 都是保持體能 這裡回答了 就是雖然利物浦那兩年 即之前那兩年 已經轉了控球在腳的風格 但是這種轉型 只是令到他們比較能夠面對密集 但是他們竟然是 拿不到控球在腳背後保持體能的好處 當其他的強隊控球在腳保持體能 而利物浦拿不到這個好處 就變得很吃虧 我就是因為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猜到 利物浦今季體能大幅度下降成績下滑 以及雙兵潮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為什麼利物浦今天會突然熱血起上來 出飲奶力 背後是什麼原因 這種選擇對於利物浦的前景 會有什麼影響 另外也會再講一講 另外兩場歐聯16強的蔡侯平 包括西維爾對當蒙特 波濤對祖雲達斯 希望大家去Patreon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說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